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努尔哈赤 清朝的奠基者 后金开国皇帝 25岁时 起兵统一女征各部 名神宗万历44年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汉 建立后金 割据遥东 建元天命 事实上 努尔哈赤在起兵之前 差点小命没了 幸亏遇到了李成良的妻子 明朝晚期 边关大将辽东总兵李成良坐镇一方 俨然将明朝的东北边关变成了自己 此小朝廷 由于他的不管事 结果东北建州女真不崛起 努尔哈赤外祖父王稿 成为建州女真首领 王稿成为首领后 大肆抢领 这让李成良很恼火 他本来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现在王稿已经威胁到自己的利益 于是 他果断出兵剿灭 很快就将王稿俘获 之后 被押解到大明首都北京临时处辞 王稿被杀后 他的儿子们和家族自己要为父报仇 与明朝为敌 但不是李成良的对手 结果 李成良不但打死了努尔哈赤生父塔克氏 还俘虏了努尔哈赤和其弟舒尔哈齐 不过历史有时候就是很巧妙 李成良的妻子 因为努尔哈赤长得太帅 将其释放了 据青史稿上记载 太祖及地舒尔哈齐没于兵间 成良其其其貌 因众之归 这里的态度 以及努尔哈赤 这段史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李成良的妻子 因为看努尔哈赤以表堂堂 相貌不凡 将其释放 对于这段史料 很多人肯定不以为然 不可能这么草率 而且李成良的妻子为何如此大胆 这种理由不太让人信服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努尔哈赤到底长相如何 据《清泰祖武皇帝十路》里面的描述 努尔哈赤简直是所有女人心目中的完美男人 他凤眼大耳 面如惯欲 身体高耸 骨骼雄伪 言辞凝爽